谢谢你带来 真的好奇了 一直变回来 我爱好朋友 我们已经到达雜货的新千水机场了 因为我刚刚下机真的太饿了 没吃到飞机餐 我一上机已经不省人事 因为上飞机之前都没睡觉 早上8点的飞机 所以我们刚刚就在 有一条类似拉面小路的东西 里面有很多拉面馆 就随便选一间来吃了 但是... 一般的 整餐饭很安静 大家都不出声 现在问我 是不是一般呢? 是的 然后我们说 原来在日本也会有不好吃的拉面 其实我想各有各口味 但它真的... 蛋又没什么味道 汤又太咸 舊肉OK的 看出来又怪怪的 是的 总之一般的 那我们现在就去搭JR 出发去我们在雜坊的民宿先 哈哈哈哈 我要什么呀 轉草为家 快点了 我们经过千辛万苦 走了三个路口向前 三个路口向左 两个路口向前 快点啦 我们终于找到我们的民宿了 这家民宿本身以为和宅房站也挺近 谁知道走了很久 哇... 哇... 有圣诞树的 你看看 怎料到这里今年有PSV 这边是房 这个就是车 为什么我们这里后面有这么大床呢 就是因为其实今次的旅程 不止我们两个的 我们还有两个团友的 但因为他们就平安夜出发了 我们就后装 他们今天去了星夜 所以他们今晚晚一点才会回来的 厕所 厕所和巴筒不是分开的 很传统的 日本的家企 都是很... 算... 算小的 其实比较想定装 很便宜啊 这里 挺好啊 Airbnb 但是唯一一个不好 真的跟宅房JR站太远了 我们刚刚好像丹泥那样 地下有很多雪 重点是宅房JR站要搭两个站 才来到这里 最重要是出了站之后 还要走很远才来到 哇... 好累啊 我们先看一看 我们的团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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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团友的肉其实挺好吃的 每一口肉 基本上我咬下去 我都不是分到是什么 但总之就很好吃 好吃 好吃好吃 特别 羊真的好吃 这家叫做美国 4500日圆任食 还有牛丝 还有野饮 而且我刚才买了一个玄斐尸 又是挺好吃的 但牛丝不好吃 不,我觉得是李宵 李宵啊 李宵啊 那我们的羊是叫成吉思汗 本来我们真的去一家叫成吉思汗的 没有吃的 但现在直接来这家 都有成吉思汗吃 虽然人已经走了 但竟然有机会给我们吃了羊 是很有羊味 我已经咬下去了 早啊 现在应该是8点钟 我们今天早上6点半就起了身 因为今天呢 就参加了一个1-day tour 去玉山动物园 这个1-day tour是有三个站的 去完动物园之后 去清智晚上还有一个 我们要坐3个钟头车 我们有个中途 瘦瘦瘦瘦的地方 超美的 哇好像是假的 蓝天蓝的 瘦瘦 不是啦 刚刚本来还拍出来的是白毛毛一片 好美啊 好像是假的 我们下车了 来到动物园 刚才看到显示是负3.8度 但我们已经是穿成一种 对啊 不知为什么觉得很冷 好像今天冷一点 那个导游是说普通话的 他现在叫我们去找一个好的位置去看企业 编失和和电影 好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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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看着东西 好奇妙 很奇妙 这 menu 嘩 嘩 真的 越狠越覺得牠大隻 先拍一下牠的屁屁 這裡說牠的賣點是 紅聖河馬拋粉 真的喔 拋出來了 牠的鼻子發 我都以為牠亂說 你亂說那個形象太深入民心了 然後我看到牠寫著我才知道 原來不是亂說的 好大隻喔 我們下午來了一個類似員工飯店 來吃飯 見到十輛八輛車的人一齊進入 這間房間排隊排隊 真的不得 這東西就正正常常 很痛痛 反而最好吃的都是吃一絲巷 還有這些湯都很好吃 這裡的粟米湯很好喝 但其實都是那些半口粟米湯 我們現在在這裡吃完飯 應該坐一會兒就會去吃一次 好大雪啊 這裡好漂亮 這裡下面只有一個瀑布 你看那裡的那些 你幫我試一下 嘩 這個 冰炸 剛剛看過什麼姿勢來的 那筆牙 你想些什麼筆牙 我們本來這個團 做一個行程是來看清池的 那清池在我印象中 就是藍藍綠綠的 很漂亮的 來看看 已經是被雪完全覆蓋了 什麼都看不到 我們剛剛去看過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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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司機在半路趕了我們下車 它本身是一個湖 很漂亮的 但現在什麼都沒有 但我們剛剛在這裡說 其實這個tour都值得加入的 因為好像500元港幣 你這些地方 你自己如果不是開車的話 來不了 而且就算你是搭車來 不要說是開車來 車費都貴的 但動物園好像可以搭車去 但剛剛那邊的埔寶 真的很漂亮 那個位置 但太大雪了 所以我都沒有錄到什麼 這裡好一點 但你看這條頸巾 我以為是一個款式 你看 頂帽 C線超大雪 是真的 特地說 不是 我們來走這條 充滿困難的樓梯 好像在一個消防員 因為這裡的梯級很滑 上斜好一點 我剛剛下斜 剛剛下斜 真的滑下去 雖然這裡360度這樣看 那些景點都是一樣 但大家都不斷瘋狂的 平常 我們來到了我們這個行程的 最後一站 就是富良野 生存這裡的一個精靈小屋 森林精靈陽台 好像是很有feel 去看看裡面有什麼 其實裡面都沒有什麼行程 全部都是木屋 然後裡面有些精品 那樣的東西 但就真的很漂亮 它有些位置很有性感的感覺 但真的很冷 很冷啊 晚上應該再冷了幾度 剛剛才是很大風 好冷啊 我的臉都僵了 要快進去 我們剛剛在宅房站出來之後 本來想到宅房站最上一層 就會有很多東西吃 然後本來想進去一間 叫做金濕花的壽司店 但它寫著今天終了 應該今天已經無謂了 聽我們今天local tour的導遊說 Toronto的回轉壽司 他說他覺得是全北海道最好吃的 那麼我們就找到一間 要在宅房站走15分鐘過來 因為好怕之後吃不到 所以都僵硬走了過來 導遊就說這間就是遊客 未知會吃 當地人吃 都真的多日本人的 剛剛吃了兩碟東西 就覺得正常 那我們現在就試一下一些 剛剛新包出來的東西 看看會不會好吃 因為我們剛剛吃 覺得一般的東西 全部都是在回轉帶上拿下來的 我不吃什麼 鮮甜沒有腥味 沒有腥味 真的沒有腥味 但我就是吃不到鮮甜的感覺 我覺得它不是說它 最美的 濕燒裙邊做牛肉 這個挺好吃的 鰻魚OK 是好吃的 不過它就是鰻魚的面 不是說燒得很焦 我想全部都不會說不好吃 但是什麼都很美 食物是便宜的 價錢OK 但我剛剛又死路 我身上在想好像 好像差不多 有一點點失望 你有沒有試過在日本搭的士 我不太好 因為我們四個人都沒有試過在日本搭的士 看平時大家都吹到搭的士多貴多貴 我們就決定試一下它 我們剛剛看了我們吃壽司的店 在我們民宿的位置 google map片市搭的士是13分鐘 但google map片市是1000日圓 真的70元 如果等一下下車是7000港幣 就壓停比 我偷 我們下車了 搭了12分鐘 價錢是1550日圓 要走三個小時 再轉地鐵回來也很麻煩 我們現在來便利店 掃我們的宵夜 這個很好吃 真的跟布丁有模一樣的味道 為什麼不吃布丁啊 因為想吃雪糕 好臭